打击从星环的身体里拿出两根肋骨变成了雷弓的武器 告诉他只要杀掉雷阵子 星环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模样 就在几天前 深宫暴带领昭哥的三十万的军队准备偷袭西起 不料被江子牙提前知道 于是在路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 虽然消灭了十几万的敌兵 但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损伤 别以为我们兵马少就不敢出兵 岂敢打一我的厉害 只见四胜丢出一把黄洞 黄豆竟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士兵 然而这些士兵都是炮灰 李静拿出玲珑宝塔 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刚变出的士兵全部收了进去 四胜剑状使出消失以九阵法 将李静等人全部控在里面 好在还有天上的神鹰 神鹰先重伤最弱的星环 随后又救走李静众人 四胜见自己的侄子昏迷不醒便没有追击 他们连忙请求打击就星环 而打击为了控制四胜 答应帮他们这个忙 紧接着打击利用冰残的功效将星环封印起来 待到三七二十一个小时后就能复活 不过复活的星环改变了模样 现在只有杀了雷震子才能恢复过来 于是星环绑架了雷震子的母亲作为妖性 逼迫笑天犬回去报信 江子牙得知此事后 就想到了一招即重击 雷震子先出现在星环的面前 用激将法骗出他娘的位置 我娘他们人在哪里 隐阳 随后雷震子假装屈服让他们放松警惕 杨检从后面突然出现包围他们三腰 他们没有人质自然不占优势 几人马上扭打在一起 升级版的星环还是有两把刷子 用锤子发出的雷电击中雷震子 这下我看你死不死 雷震子却面带笑容地站了起来 因为他曾经吃下了风雷二管 现在对雷电已经免疫 紧接着挥动手中的风雷棍 十万伏的电流击中星环的心脏 他只好仓皇逃命 升级后的打击吐出体内的千年蚕丝 想杀了江子牙 江子牙被迫放出自己的大招 摆脱控制的江子牙只好连忙跑路 打击正准备追上去时 却被深宫暴揽了下来 他们发现这个是江子牙的分身 而真正的江子牙准备下万魔谷寻找杏皇旗 由于万魔谷里面毒气蔓延 江子牙只好使用法术屏蔽了自己的呼吸道 跳下了万丈深渊 里面全是妖魔鬼怪的灵魂 江子牙要在这里找到杏皇旗打败四神 好不容易驱散了里面的妖魔 杏皇旗的面目渐渐清晰 正准备伸手去拿屎 深宫暴突然出现 他们兵分两路 四圣上前挡住江子牙 而深宫暴去抢杏皇旗 万万没有想到深宫暴刚触碰到杏皇旗 就被石化住 四圣剑大帅变成了雕像 准备将他救出去 结果他们也被石化住 此时江子牙才想起来 杏皇旗是有魔法的 只能找到周边的四面旗子移动位置 才能将他拿到手 于是他开始布置阵法 嘴中念叨着咒语 其他的四面旗子果真出现 而深宫暴他们都复活过来 三人同时发力想要击退江子牙 却被江子牙手中的姓皇旗 轻而易举击飞 就连旁边的毒龙都被打伤 他的鲜血溅到小鹿的身上 小鹿瞬间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四不像 将黑龙一顿暴揍 江子牙使用天书将小鹿带走 昭帝十分喜欢小鹿 然而这只小鹿是指定时炸弹 他的眼睛慢慢变成红色 随后突然变成四不像 就在为所欲为的时候 江子牙及时地赶了过来 使用姓皇旗消除他的模型 紧接着江子牙使用天书 抑制住小鹿体内的三尸 江子牙刚处理好小鹿的事情 深宫暴他们又找上门来 他们刚刚还代表昭哥出战西起 却不知江子牙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姓皇旗 面对他们丢出成千上万的黄豆 江子牙丝毫不慌 随手掏出姓皇旗成功地破解了他们的阵法 四胜见状 又召唤出自己的神兽 双方马上打成了一团 而深宫暴像往常一样在旁边搞突袭 江子牙这边渐渐地坚持不住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小鹿突然跑了过来 在深宫暴的刺激下变成四不像 四不像只是对着天空长笑一声 四胜的神兽全跑逃离了战场 没有神兽的加持 四胜自然不是江子牙的对手 他们纷纷开始逃命 最后只有阴险的深宫暴逃了出去 他坐着坐骑飞到天上嘲讽江子牙 江子牙 江子牙并没把深宫暴当回事 他连忙回去查看四胜的情况 四胜之所以如此痛恨江子牙 是认为江子牙杀了他们的四个徒弟 经过江子牙的一番解释 他们确实缺少分辨事实能力 现在矛盾已经解开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从此以后准备回九龙岛 前行修炼不问事实 达己得知四胜战败便没有了利用的价值 达己变成江子牙的模样拦住四胜的去路 随后出气不意地吐出千年蚕丝勒住他们脖子 嚣张地闪现到后面露出他残忍的面容 堂堂的九龙岛四胜就这样死在狐狸精的手上 此时很快传到昭哥 文太师得知自己的四位师兄战死沙场 差点被气晕过去 他认为这是深宫暴过错 老臣恳请大王下旨 将那深宫暴指引死罪 话音未落 达己突然出现在大唐 一声大王就让咒王赦免了深宫暴 不过需要深宫暴去结教请金敖岛士天军出山 准备再出战西起 字幕志愿者 李勦翢